小巷的大便 早上出门散步的河马非常吃惊 今天空地上非常臭 哪里臭 哪里臭 好臭啊 河马边问边找 鳄鱼 狮子 猴子和刺猬也都围了过来 哪里臭 哪里臭 好臭啊 到底在哪里 大家正找着 啪啪 啪啪 只见几个大便落在空地中的中央 哇塞 这么大 河马说 是谁的大便啊 鳄鱼问 是大象的吧 狮子说 真的呀 猴子说 说不定是天空的大便哦 刺猬说 天空不会拉大便的 河马笑着说 不过 有时候会拉小便 鳄鱼说 也许有时候会拉大便 跟那边培大便 塞埋大便 实在是天空的大便 等一下 猴子说 我也想拉这么大的大便 我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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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為我吃的多呀 小象說 真的嗎 那我們也得努力吃呀 大家一起說 明天早上 我們再來悄悄的比一比 吃啊吃 這蝦很熱鬧了 河馬 鱷魚 獅子 刺蝟 還有猴子 回到家不停的吃 吃啊吃 輸給小象 那還得了 吃啊再吃 吃的每個人的肚子 都吃得脹鼓鼓的 這可把媽媽們嚇壞了 哇 吃好多啊 第二天早上 大家在空地中央集合 一 二 三 最後 還是小象拉的大便個頭最大 啊 我的最小 刺蝟難過的說 啊 我輸了 河馬 鱷魚 獅子和猴子 都難過的說 是吧 還是我的最大 小象 驕傲地揚起了小鼻子 這時 媽媽和爸爸們趕來了 說 你們幹了什麼呀 空地上這麼臭 打掃乾淨 趕快打掃 今天就打掃 大家 嚇得跳了起來 慌忙 開始打掃 那麼 這次 誰是第一呢 得第一的 是大便拉的最小的刺蝟 OK